前面没什么问题 来我试一下 心心不足但是没有错 好 好 日本の皆さんこんにちは ビッグです 他希望我去看 布莱德·比特演的 几部戏 那 我也有稍微参考了一下 那参考完了以后 在比对剧本上面的台词 我发现 不太适合 也就是说 如果用那样的 年龄的年纪来演 演这样的戏 然后结果台词讲得这么的 普通的话 会觉得有点过分 所以我把角色的年龄 再往下再降低一点点 更年轻一点点 所以我不能设定 那个角色是30多岁 我只能设定那个角色20多岁 对 我现在会这样认为 然后可是 有时候我们其实不能 我觉得不能太执着 在我觉得 我这个tag好不好 而不管别人 现场的所有人 觉得好不好 对 所以 当他们说OK的时候 我可能会觉得 其实我可以更好 那我就等播出的时候 看自己这一段表演 看我有没有看错 然后这样子来 来平衡一下自己 到底是 是太过于执着 还是说 还是说我 我真的是 属于比较敏感的那一种 然后播出的时候 开始在检视自己的表演方式 包括角度跟敬畏 怎么样去顺从那个敬畏 去演出一个很自然的态度 这些都是我在观察的范围里面 所以 当然会觉得还可以更好 我相信每一个演员 都会这样跟你讲 可是在当下的 我真的已经是 表现到最好了 我觉得每个人 在他的面对同一件事情 不管是爱情还是 对于工作 或是自己的私生活也好 他总会有一个 过度开放的时期 我有经历过啊 那这种过度开放的时期 有点就类似陈在天 说你现在说的 花花蝴蝶这样的感觉 就年花热潮 或者是看到女孩子很漂亮 就会想要去追求 这个时期我都经历过吗 因为我就是 我就是一个正常的男人 所以 这只是我 我自己面对感情观里面的一部分 那不代表 我这个人的全部 这个通常啊 我觉得 当然因为 皮鲸英雄他 他刚好 有在三角关系里面 的剧情里面打转 那我觉得 在现实当中 男生啊 很少会这样子 我说男生很少会 都不讲 然后这样子 要么我就说清楚 跟你讲清楚 我喜欢这个女孩子 那你也喜欢 那怎么办 我可以追求 还是我打算成全给你 那我觉得就很明显 不会有这 这一个 皮鲸英雄里面 演的那种暧昧气 对我来讲 就因为是Margie 才应该要把 所有的话说开来 对那 我目前是没有遇到 这么刚好的事情啦 那 不过我一直觉得 你把话说开来 总比 大家不说 然后 然后 偷偷来 来得好吧 对啊 只是在路上看到一眼 你就会觉得 我总是会看到 自己心仪的女孩子嘛 当然我现在 越来越不 越来越不适合 这样子去做了 所以 但是我以前 我还不是艺人的时候 我会看到 哇 我喜欢这个女孩子 我会 我会鼓励自己 然后自己 直接过去 跟女孩子去交谈 对啊 所以 好像没有特别的 什么因为什么样的情况 我真正希望的恋爱 就像 普通人的恋爱一样 就 没有太繁琐的一些规则 然后也没有太 罗曼蒂克的一些 一些情景 一切都自然而然的发生 所以 看感情嘛 就两个人开心就好 其他人要怎么看 这样的感情啊 其实都无所谓 重点其实是 两个人生活在一起 哪怕是 每天都没有事情做 握在家里 那也是 搞不好 就是对两个人来讲 也是一种烂漫 对啊 嘛 这边 有点 Vamos